欢迎大家收看人生如梦戏一场 人们只知道帝王蟹贵却不知道为什么贵 同样人们只知道补蟹者工资高 却不知道高收入背后的高风险 看看帝王蟹的补牢过程 你就知道贵的理由 帝王蟹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那些螃蟹不同 他们主要生活在极度寒冷的深海海域 因为他们的体型巨大 而且让人们觉得味道非常鲜美 大多数的帝王蟹生活在深度800多米的深海 它们必须在2到5摄氏度的水温中 才能够好好的生长 这样的帝王蟹被吃货们称为蟹中之王 但是想要捕捉到最新鲜的帝王蟹 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由于它们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打捞者不仅需要在寒冷的天气中逗留 还要下到寒冷的深海中去亲自把它们打捞上来 这对于在温暖的室内已经生活习惯的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捕捞帝王蟹的死亡率是普通工人的50倍 白岭海峡上平均每7天便会有一名捕鲜人丧生 帝王蟹的产地是白岭海峡 捕捞帝王蟹的季节是在冬天 天气冷了 到海水溅到船上立马就结冰 每年的11到12月才是捕捞帝王蟹的最佳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 人们面临着传染疾病和意外事故而失去生命的危险 每年帝王蟹开放捕捞期就两个月 船员们每年最多只能工作5天 然而就在这5天里 参与捕捞的船员们最高可获得收入10万元美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69.3万元左右 不过即使如此高薪的工作 却没有多少人敢尝试 可以说帝王蟹是用生命换来的美味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